GIN 变身鱿鱼游戏 殷熙娃娃 搞笑背后真情流露感动全场 原本期待可以在2021年全美颁奖典礼上 看到BTS和梅根表演混音版BUTTER舞台 不让梅根未能出席颁奖典礼 比起BTS在LA的第一场演唱会 第二场好像更有看点 梅根现身与BTS同台演出了 成员GIN更是绑上鱿鱼游戏中 殷熙娃娃的红色蝴蝶结 并讲述一段感人的故事 一起来看看 就好像鱿鱼游戏当中 第一个游戏登场的殷熙娃娃一样 GIN 在头把榜上红色蝴蝶结 只要喊口诀 木槿花开了 就会转头 看到GIN搞笑的模样 让演唱会现场笑声一片 而GIN 也开始吐露感性 我想我们也希望全新演唱会 做一部电影 也在这部电影 火影 这部电影 所有能力都表现 不愧的 都乐意 最好 我最好 是我们的生命 最好 这部电影 最好 GIN 表示为了阿米们 尽管是难为情的事情 他也会愿意去尝试 他比喻BDS和阿米就像电影主角 所记录的点点滴滴 终将成为电影 持续陪伴直到最后一刻 带给阿米们欢笑的同时 尽这番真情吐露也感动全场 再度掀起一阵热烈欢呼声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推爆